魏无羡刚到营地门口,就看到了等待的蓝望鸡,还有他肩膀上又胖了一圈的肥猫。 兴奋地蹦跋过去,抱住蓝望鸡,肥猫被挤下去了,委屈地蹲在两人的脚下,抬头看着拥抱的二人。 魏无羡黏黏呼呼地,蓝湛,惊不惊喜,意不意外。 蓝望鸡眉眼之间带着笑意,紧紧地搂住魏无羡的腰,嗯,惊喜。 然后,把脸埋进了魏无羡的肩颈处。 魏无羡也是贪恋蓝望鸡身上的味道,两人抱起来没完。 大电灯泡肥猫半分,自觉都没有,喵,还有肥肥呢。 魏无羡这才松开了蓝望鸡,蓝望鸡不舍地放了手。 魏无羡抱起肥猫颠了颠,震惊道,这有二十多斤吧? 蓝望鸡有些严肃,二十六斤了,我想给他少吃点。 可是他出去偷吃。 魏无羡无奈,你啊你,太胖了,对身体不好的。 肥猫无赖,我又不是真的猫。 魏无羡眼睛一转,可是小猫猫太胖了,就不可爱了。 肥猫震惊,真的吗? 肥肥已经不可爱了吗? 魏无羡偷笑,如果肥肥瘦那么一点点,一定就会更可爱了。 肥猫伤心欲绝,知道了,我会努力减肥的。 减肥也就是管住嘴迈开腿,让肥肥管住嘴是不可能的,它只能迈开腿了。 从这天开始,每天在营地里狂奔十几圈,当然它也没瘦,因为出门总有人投喂。 魏无羡已经迫不及待地亲上嘴了。 这是纯纯的魏无羡唯一学会的亲热方式了。 蓝溪尘正在遇见往蓝望鸡这里飞。 两人亲来亲去,最后魏无羡的肚子响了,蓝望鸡才松开它,给它做饭去了。 在外面的这段日子,魏无羡自然也是没睡过觉的。 修为咔咔长,但是精神萎靡了。 躺在蓝望鸡的床上,眼睛一闭就睡过去了。 蓝望鸡正在厨房里做饭。 蓝溪尘来了。 蓝溪尘看着跟着蓝望鸡的门声们,轮流抱着一只猫。 蓝溪尘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胖的猫。 要不是长的猫,它真的会以为是只小猪。 沉迷吸猫的门声压根没发现蓝溪尘的出现。 蓝溪尘正大光明地走进去。 到了蓝望鸡营帐附近才被发现,一门声赶紧行礼。 见过宗主。 蓝溪尘挥了挥手,望鸡呢。 门声,韩光君去了厨房。 蓝溪尘,那我去他营帐等他吧。 门声,想拦,用什么借口? 宗主。 蓝溪尘回头,有何事? 门声,救救我,怎么拦住宗主进去? 蓝溪尘见门声不说话,带着疑惑,营帐中有人。 门声,蓝溪尘笑了,没想到望鸡, 在营帐之中藏了人了,那我确实不好进去了。 就在这里等等望鸡也好。 门声松了一口气,蓝溪尘则是思考, 他记着望鸡对魏公子有想法的, 不过魏公子不是已经,难道又有新的喜欢的人了? 还是之前他理解错了,望鸡对魏公子不是那种感情, 而是单纯的朋友之情。 蓝望鸡拎着石盒回来时发现了站在门口的蓝溪尘, 只能先放下石盒,行礼,见过兄长。 蓝溪尘看蓝望鸡的面色红润,知道他过得很好, 放心了一些,望鸡,这是去做什么了? 蓝望鸡看着放在自己脚边的石盒,做些吃食。 蓝溪尘一愣,明白了什么,也遇到, 没想到望鸡有了心爱之人,连厨艺都精通不少呢。 蓝望鸡面不改色,没有半分不好意思地看着蓝溪尘,厨艺不难。 蓝溪尘笑了笑,那望鸡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心爱之人。 蓝望鸡抿了抿嘴,兄长,稍等,他需要问一问魏英才可以。 蓝溪尘宠溺地点头,好,兄长等着。 蓝望鸡进了营帐,看到了已经睡着的魏无羡, 想着还是别要打扰魏英睡觉了。 没想到魏无羡闻到饭菜的香味,眼皮刷的一下睁开了, 侧躺在床上,怀里还抱着蓝望鸡的被子, 脸埋在被子里,蓝战,你回来了。 蓝望鸡放好石河上山,抱起魏无羡, 魏无羡也像没了骨头一般,靠在蓝望鸡的怀里。 蓝望鸡,兄长来了,魏英。 魏无羡猛地坐直,爬了起来,在乾坤袋里翻衣服, 你兄长来了,那我收拾收拾,你说,我穿哪件衣服最好看啊? 蓝望鸡茫然地看着突然忙起来的魏无羡。 魏无羡已经把外衣都妥了,掏出一件前几日蓝望鸡, 才吩咐秀娘坐好,给魏无羡传送过去的新衣服, 这件衣服是用香云纱做的,价值千金。 魏无羡还是有点眼力见的,觉得太贵了,没舍得穿。 如今,这个场合穿刚刚好。 穿好之后,把红发带放在蓝望鸡的手心里, 蓝战,快给我梳头发,你梳得好看。 蓝望鸡给魏无羡梳梳好头发,在蓝望鸡面前转了一圈, 蓝战,好不好看?蓝望鸡点头,好看。 魏英不管怎么样,都是世上最好看的人。 魏无羡满意地笑了笑,那现在可以了, 我们去见你兄长吧。 蓝西沉站在门口,看着蹲在她脚下的肥猫, 一脸笑意地俯下身子摸了摸肥猫的头, 柔声道,你真可爱。 肥猫,喵,大美人你好呀。 当然在蓝西沉耳边,就是肥猫黏黏乎乎的喵喵声。 蓝西沉也没扛住小猫的威力,抱起肥猫, 感受着肥猫结实的重量,你是谁的猫啊。 营杖门被打开,蓝望鸡牵着魏无羡的手出来, 肥猫,喵,这就是我的主人。 魏无羡看着抱着肥猫的蓝西沉,赶紧行礼, 见过泽吴君。 蓝西沉恍然大悟,原来真是魏公子,好久不见。 魏无羡笑着回应,确实好久不见。 肥猫,宿主,又来了一个大美人,肥肥喜欢嘿嘿。 蓝望鸡,他有些接受,不能肥肥叫他兄长为大美人。 魏无羡忍着笑,肥肥很喜欢泽吴君呢。 因为蓝西沉听不懂肥猫的话,摸了摸肥猫的头, 原来是叫肥肥啊,是魏公子的猫吗? 魏无羡有些羞涩地道,也是蓝战的。 蓝西沉看着二人,露出微笑,我们进去说说话吧。 三人一猫进了营帐, 蓝西沉真的很喜欢肥肥这只大胖橘,一直抱在怀中。 魏无羡,肥肥有些重,则无君可以让他自己玩。 蓝西沉摇了摇头,肥肥不重,轻飘飘的。 肥猫眼睛似乎在放光,用自己毛茸茸的脑袋疯狂蹭着蓝西沉的手。 喵喵大美人好有眼光哦,肥肥一点都不胖。 在蓝西沉耳朵里,又是黏腻的一长串喵喵叫,难得有这么可爱又亲人的猫。 蓝西沉有些爱不释手,难以放下。 蓝忘记,刚刚刺激肥猫减肥的政策,被兄长的一句话弄没了。 蓝西沉吸购了猫,才想起了证实,魏公子都一年了,你是去哪里了?江宗主找不到你,已经宣布你,嗯。 魏无羡勾纠,我调查到了我父母死亡的真相。 蓝西沉疑惑地看着魏无羡。 魏无羡,是江丰眠害死的我父母。 蓝西沉震惊。 魏无羡,这次我会去见见江城的,我要把我的东西拿回来。 蓝忘记握拳,嗯。 蓝西沉醋美,何恶。 魏无羡带着自嘲,我的金丹。 蓝西沉嘴巴微张,啊,难得失色。 肥猫在蓝西沉怀里翻了一个身,嘟囔,大美人香香喵。 本来沉浸在难过情绪的魏无羡,听到了肥猫的话。